如果你用Telegram的海外账号 结果突然啊 完蛋 密码忘了 收不到验证码 恭喜你 这支视频会救你一命 帮你省下上千块贷解费 还能教你Telegram两部验证密码忘记怎么重置 让你海外账号起死回生 继续追剧拉群做生意薅羊毛 所以这支视频一定要看到最后 否则你可能错过关键 关键的几步 关账号永远回不来了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陈维亮的频道 现在要来跟你聊聊一个很痛 但又很真实的故事 有一天 我的朋友 跟我说 哥 Telegram又登不进去了 提示要输入二次验证密码 我完全忘了当初 设什么啊 短信收不到 怎么办 我笑着说 朋友 你不是第一个 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因为Telegram海外账号 只要开了两步验证 就算你换手机 换IP 一旦忘记二次验证密码 就完蛋 那Telegram两步验证到底是啥 简单说 就是除了你手机验证码以外 Telegram会要求你设一个二次验证密码 未来每次换设备登录时 除了验证码 还要输入这组密码 这本来是为了保护你的账号安全 结果大部分人开了后就忘记密码 搞得自己进不去账号 常见痛点 手机收不到验证码 进外卡失效 号码过期 二次验证密码忘记 邮箱没绑定或没验证 Telegram封号或长时间未登录被注销 好 重点来了 如果忘了Telegram二次验证密码怎么办 解决方案一 有绑定邮箱就能重置密码 首先打开 Telegram输入你的手机号码 验证码正常输入后 会提示输入二次验证密码 这时别紧张 点下面的忘记密码 如果你当初有绑定并验证过邮箱 Telegram会发送一封 重置二次验证密码的邮件给你 记得去看你的邮箱 可能在垃圾邮件 点进去按指示重置密码 就能搞定 小提醒 重置二次验证密码后 Telegram有时会有七天冷却期 冷却期后才能重新登录账号 解决方案二 没绑定邮箱怎么办 如果你根本没绑定邮箱 那只能重置Telegram账号 账号基本无解 但有些时候 如果你在同一个设备 同一个IP地址下 Telegram可能会略过二次验证 直接让你进账号 可以先试试看 或者尝试找回以前曾登录过的设备 打开Telegram看能不能自动登录 解决方案三 长期未登录的Telegram账号自动重置 根据Telegram官方规定 账号六个月未登录会自动删除 删除后再用同样手机号注册 会变成全新的空号 所以如果实在没办法 又不急着找回账号 也可以选择等六个月后 让账号自动注销 然后再重新注册 不过这就等于账号放弃重来 之前的聊天记录群组联系人都会没了 要慎重考虑 解决方案四 用专业海外号码重收验证码 有些人是因为验证码收不到而进不去账号 可以考虑使用 能稳定接收Telegram验证码的海外虚拟号码 可浏览这个视频较长 线上申请香港虚拟手机号 只要验证码能收到就能如常登录账号 再去重置二次验证密码 Telegram二次验证密码忘记总结 有绑定邮箱可重置密码 需等待7天 没绑定邮箱基本无减 除非就设备自动登录或等账号注销 验证码收不到换稳定号码或稳定网络 如果完全不记得邮箱又没收验证码 就几乎没有办法绕过Telegram二次验证 只能等账号自动注销 小tips 预防再次踩坑 永远记得备份你的二次验证密码 写在密码本或密码管理器 一定要绑定并验证你的常用邮箱 不要轻易换掉Telegram收码手机号 推荐尽量使用稳定的邮箱收验证码 当初朋友A就是没有绑定邮箱 也收不到验证码 结果整整等了半年账号才被系统注销 一切从零开始 哭着重新加好友 重新拉群 而我自己也差点忘记二次验证密码 幸好我有绑定邮箱 收到邮件后重置 虽然等了七天冷却期 但账号保住了 群组 频道 收藏的电影资源都没丢 所以如果你现在还能收到验证码 一定要立刻绑定并验证邮箱 并记下二次验证密码 如何避免未来再度忘记密码 现在送你一条价值上千元的建议 为了避免忘记密码 请妥善保管你的密码 并确保定期备份你的账号信息 推荐你使用KeyPass密码管理软件 我以前也有很多账号密码忘记 每次换设备都在疯狂是密码 差点被锁号 自从我用KeyPass软件保存密码 再也没忘记过任何账号密码 只需要记住KeyPass的主密码 就能管理我所有的Telegram YouTube Gmail ChatGPT Netflix等账号密码 KeyPass可以保护你的Telegram账号和两部验证密码安全 同时让你畅快享受通信体验 无需担心忘记密码引发的射死体验 KeyPass软件的好处 本地存储或网盘存储 安全可靠 免费开源 支持多平台同步 只需记住一个主密码 其他密码完全不用记 可生成高强度随机密码 防止被爆破 祝你使用愉快 在成为亮博客的这篇文章 分享了KeyPass密码管理软件的使用技巧系列教程 如何快速生成高强度密码并安全备份 如果你想学会彻底告别忘记密码的烦恼 请点击视频下方描述链接即可浏览 如果这支视频有帮到你 请一定要帮我按下点赞订阅频道 并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学到的重点或目前遇到的问题 这样做不只是帮助我的频道成长 也能让更多人看到这支实用的视频 让更多人救回他们的Telegram账号 而且订阅后未来我还会定期分享Telegram 虚拟号码、跨境工具、账号安全与赚钱技巧 让你的数位生活轻松又安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